崇祯 秦政的亡国军 作者 陈无同 播讲 夏秋年 傅璐 明思宗为何成为亡国之君 五 明思宗的再一个重大决策失误 错置失当 是极耗虚荣 缺乏担当精神 患得患失 屡屡错失 延缓败亡的时机 这突出地表现在两件事情上 一是陈欣甲义和泄密被杀 二是南迁之义 酒托未决 先说陈欣甲义和泄密被杀事件 后今自宁锦之战失败后 一时难以突破明朝的宁锦防线 改从内蒙古迂回入塞 先后四次侵扰明朝内地 大肆烧杀掳掠 截夺大量财物和人口 既用以充实自己 也消耗明朝的有生力量 为突破宁锦防线创造条件 接着便屯兵益州 逐步向锦州推进 于崇祯14年3月包围了锦州 明廷急命寄辽总督洪承筹 率领13万大军 支援锦州 洪承筹主张匕首而兼战 即一边防守 一边进攻 稳扎稳打 逐步推进 起初兵部同意这个计划 明司宗也予以肯定 但当农民起义由暂时的低潮 重新走向高潮 明司宗又希望尽快结束辽西的战争 以便集中兵力对付农民军 兵部尚书陈欣甲于是提出四路进兵 合机围攻锦州清军的方案 明司宗密斥洪承筹 克期进兵 洪承筹只得将两响留在宁远 杏山与塔山西北的比架山 自率6万大军于7月底挺进塔山 黄太吉西索沈中仁丁 倾国而出 并亲至嵩山督战 明军先胜后拜 红承筹被困于嵩山 总兵祖大寿被围于锦州 屡次突围而不得出 陈欣甲与清一和 就是在这个背景下进行的 为了挽救被围的红承筹与祖大寿 陈欣甲主政的兵部 在崇祖十四年十月提出了西兵之策 十一月 辽东大雪 达鲁梁厨俱进 将解围而归 律我军涅之 彼西鲁指漠南蒙古 入关求和 当时在宁远的宁前道副使石凤台 获悉清军有意议和 智书清军将领询问此事是否属实 得到此无国素质也的答复 即上报辽东巡抚叶廷贵 叶廷贵又上奏朝廷 明思中内心同意议和 但他虚荣心强 过去曾多次拒绝与清一和 现今大败后主动求和 觉得有失面子 斥责叶廷贵是慢任道臣辱国忘举 将石凤台逮捕下狱 到年底 黎自成农民军尽为开封 农民起义的烈火已燃遍中原大地 清军更是将松山围的水泄布通 内阁大学士谢生便与内阁同僚商量 决定由陈新甲奏情与清合意 崇祯15年正月初一日 明思中召对时 陈新甲婉转地提出 松紧两城九困 兵部足援 非用剑不可 明思中明白他用剑一词的真正含义 爽快地回答说 成为且半载 一号不达 何见之成 可款则款 不妨便宜行事 陈新甲随即推荐兵士赞话主事马少瑜 作为义和使节 明思中给予允准 加少瑜职方郎中赐二品福 但是他还是觉得战败求和 有失中原天子的颜面 因此特地御新甲密图之 要求绝对保密 马少瑜于是贤命出关 前往宁远 与清方接洽 清方请以赤书为信 明思中仍大摆中原大国对待边疆蜀仪的架子 以一旨欲兵部陈新甲的赤裕代之 皇太极极为不满 也以赤裕英郡王阿继格等人的行事 要求更换赤书 马少瑜只得奏报朝廷 耽误了很多时间 在这期间 嵩山 锦州 塔山 杏山 以先后被清军攻陷 红成筹被俘 祖大寿详卿 明思中得到奏报 仍以赤裕兵部尚书 陈新甲的行事 准其便宜行事 并拆兵部司务诸记鸡翅 同马少瑜前往沈阳与清方谈判 皇太极提出的议和条件是 每岁贵国亏黄金万两 白金百万两 我国亏人参千金 貂皮千张 以宁远双数宝中间土领为贵国界 以塔山为我国界 连山市中之地 两国与此互逝 并约九月不治 则治兵 马少瑜返回宁远 立即派人向陈新甲 禀报和谈的结果 但此前合议的消息 却被谢生无意间泄露 引起言官的慷慨陈词 堂堂天朝 何至奖款 明思宗只得将谢生革职 以平息舆论 不料 陈新甲收到马少瑜禀报 议和结果的秘书 月后置于基案之上 急去上朝 打扫书房的仆人 误以为是份堂报稿 交堂报官抄传 一时舆论大华 言官交章弹劾 语卿义和 原是遵照明思宗 可款择款的御旨推行的 谈判使节 也是由他加官赐福任命的 如果明思宗勇于担当责任 以君主之尊 站出来说明义和的理由 舆论不难平息 但他却患得患失 只顾自己的颜面 下言指切则陈新甲 令其自臣其过 陈新甲不服 上书自辩 明思宗遂于7月底将陈新甲逮捕入狱 并于9月22日将他押赴西市斩首 义和失败后 黄太吉右翔宁援总兵吴三桂未成 即于当年10月下令第五次入侵明朝腹地 11月 清兵分两路从强子岭 青山口突入长城 历时8个月 攻破三府18州 67县 88座城池 掠走27万口人及大量财物 再次给明朝以沉重的打击 再说南迁及迁都南京之意 九拖未决的问题 崇祯16年4月 清兵第五次入塞侵略 行将撤退之时 明思宗见各路明军 不是胆怯不战 便是望风而逃 召见周延如等大臣 表示要亲自出征 周延如只得请求代替皇上 前往前县都市 临出都门之前 明思宗以内外交困 曾同他一南迁命无懈 明思宗的兄嫂 易安皇后不知从什么渠道得知此事 对明思宗的皇后周氏说 此周延如勿皇叔也 宗庙临寝在此迁安往 明思宗大怒 派太监追查消息的来源 易安兼会 尚兼请 破玉自义 只好不了了之 不过 明思宗还是在暗中 做着南迁的准备 先是命己世中 左冒地往南中 查岩江周氏 驶马之术 继而在崇祯十六年十月 天津巡抚冯元阳 密臣南北基宜 为道路江耿 当疏通海道 防患于未然 为来日南迁做准备 明思宗急于知 冯元阳乃居海州二百艘 已被缓急 崇祯十六年十月 李自成农民军在中原地区歼灭明军主力 北上占领京乡之后 亲率大军自洛阳西进 直驱同关 攻占西安 并派遣一支先头部队 于十二月十八日渡过黄河 攻占山西戎河等线 为东征做准备 崇祯十七年正月初一日 李自成在西安正式建大顺国 初三日忧心忡忡的明思宗在德政殿赵建左中允李明锐 征询预扣之策 李明锐提出 唯有难迁 可缓目前之急 徐徒争脚之功 明思宗说 此事重大 未可一言 亦未知天意若何 李明锐答道 尚内断圣心 外夺时事 不可一刻迟言 若住世道旁 后悔何及 明思宗四顾无人 曰 朕有此志久矣 无人赞乡 故迟至今 如意与朕合 朕至决矣 诸臣不从奈何 而且密之 接着 他同李明锐具体商议了南迁的路线 护卫 响吟和留守诸事 在当时形势下 南迁不失为一个可行的选择 当初明太祖赵建明王朝 就把南京定为全国的首都 后来明成祖迁都北京 南京仍然保留着陪都的政治地位 保存着一套形势上 与北京相同的中央机构 只是任职的官员多为虚嫌 此时 长江中游铸扎着左梁域 号称数十万的军队 下游又有江北四镇的重兵把守 南京要比北京安全的多 南京所在的江南地区 又是当时全国经济最为发达 人口最为密集的财富之区 遭受战争的破坏也较小 如果退守南方 即使丢掉了北方 也可化江而至 凭借南方充裕的人力 物力和财力 与北方抗衡 最后路死谁手还难以预料 但是将政治中心都城南迁 涉及放弃宗庙灵寝的敏感问题 正统末年 明英宗亲征被俘 瓦剌冰临京师 有人主张南迁 即遭到万人的唾骂 这就需要手握前纲的君主 勇于承担责任 敢于做出决断 明思宗刚愎自用 却又优柔寡断 死要面子 却又怕担责任 虽对李明锐表示 政治决矣 却始于亲自决策难迁 想待群臣力劝而后行之 此事便暂时搁置下来 形势瞬息万变 时间不等人 崇祯17年正月初八日 李自成亲率大顺军主力 由西安出发 开始向北京进军 京城内外 惶恐不安的气氛 越发浓重 左都御史李邦华为李明锐同乡 也是李明锐出任 左中允的举荐人之一 他支持李明锐的南迁主张 曾私下问过李明锐 尚亲行与东宫熟变 李明锐回答 东宫年少 丙命则不微 专命则不敬 不如尚亲行为变 李邦华担心南迁之义为朝论所组 就提出犹太子朱慈朗南下南京监国 作为一种过渡 据书请下明诏 用成祖朝仁宗皇帝监国故事 及遣皇太子监国南京 月数日 又请命定勇二王分封江南 以状翻汗 正月18日 明司宗秘玉首辅陈衍 献臣言事 陈衍反对南迁 将消息向外透露 从而引起群臣的议论 李明锐于是公开上书 阐明自己的主张 今日所罪己者 无如亲征 服亲征之举 不必皇上自为之也 南京有史可法 刘孔昭 此皆忠良小畅君物 可计大事 皇上诏语之谋 必能摧陷阔卿 见忠兴大业 输入 明司宗命下不肃议 兵科几世中光石亨 上书斥为邪说 扬言不斩明锐 不足以安人心 李明锐再次上书辩驳 为唐氏再迁再富 宋氏一迁南渡 传国百五十年 若唐宋不迁 又何有零武武林之恢复 又何有百五十年之利数哉 明司宗召见光石亨 斥之曰 一样斜说 却专攻李明锐 何也 显示捧党 又曰光石亨组阵南迁 本应处斩 孤饶这遭 二月初七日 李自成统帅的大顺军主力攻占太原 然后经宁武大同 于三月初占领宣府 已从居庸入关 禁逼京师 与此同时 刘方亮率领的另一支大顺军 也于二月间从浦板渡河 沿黄河北岸向东挺进 北京面临着大顺军的南北夹击 形势越来越危急 二月二十七日 明司宗召集群臣 意占守之策 邵瞻氏项玉表示 支持李邦华的建议 由太子监国南京 明司宗原本是支持此意的 但后来几经琢磨 觉得让太子往南京监国 自己还是难以逃命 况且由太子监国 说不定会重演唐宿宗领武登基的旧戏 认为还是实行李明锐的皇帝南迁之意为妥 第二天 他又召集阁臣 把李邦华的奏稿递给阁臣 要大家表态 阁臣回奏 昨东阁会议 有二臣一主此意 明司宗大为恼火 极赌气地表示 他将坚守京师 国君死设计 一知正也 振治决矣 他说这番气话 实际是让阁臣转而支持李明锐之意 劝皇上南迁 但阁臣担心 皇上南迁会留下自己辅佐太子居首 成为替死鬼 就算随嫁南迁 一旦京城失守 自己也会因为支持南迁而待人受过 因此 他们还是一个劲地劝谏到 太子监国 古人常有 亦是万事之计 明司宗反驳说 朕经营天下十几年 尚不能计 隔儿孩子家 做得甚事 三月初三日 代帝出征的都师大学士李建泰 书请南迁 表示愿奉太子先行 次日 明司宗再次召队 对俯臣说 李建泰劝阵南迁 国君死设计 阵将燕网 实际上是再次试探大臣的态度 大学士范景文 左都御使李邦华 邵瞻氏项玉 请奉太子监国江南 在正月底升任右树子的李明锐也放弃前意 附和此意 光时亨大声驳斥 朱臣欲为领武故事乎 范景文等大臣遂不敢言声 明司宗赴问战首之事 朱臣仍沉默不语 明司宗窥然叹道 正非亡国之君 朱臣进亡国之臣 拂袖而去 过了三天 南路大顺军已抵达直立真定 南迁的可能性已经很小 明司宗便只有死设计一条路可走了 未完待续